啊 嘿哟 欢迎回到我的微博频道 我是ryan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其实算是 诈骗吧 应该不然就是算scam啦 他 其实在我们在社交网站啦 我们在shopee啦啦啦 或者是某一些广告上面会看到想 免费 不然就是unlimited 那个google drive 或者是 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些 windows license啊 microsoft license这些东西啦 so 其实这一切 都是 盗版或者是 scam来的 我就说我一下我的自己经历啊 在这个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 是怎样 用这种cloud storage啊 或者是 Hardis这种东西啦 因为我本身是 有拍 其他content啊 像product啊 像 一些 interview啊 等等这样子类似后wedding的影片啊 之前啊 so 我的本身我需要的容量是超 超级的大的 因为 一个project maybe wedding 一下子啊 不讲一下子啊 就一整天下来 都要三四百个gb这个算很小啊其实 因为我只拍1080 如果像一些大神啊 他们然后拍 像 一个wedding下来啊 可能是一个T啊 两个T就看你自己用的相机是怎样啊 我本身呢是用这家线开着我这家相机 A6500 还有一家5DS啊 还有一家70D 这三家相机 generate 出来的data啦 其实大概 在 三四百gb左右吧 一个project啊 然后哎 我就 一直把这个project啊 全部一直存 一直存 一直存 就 前到现在我拍的每一个东西啊 跟我对于我们拍的每个东西啊 都一直存到现在 你们就很好 你们就会想 为什么 不要 把这些资料啦 删除完他 就留一个YouTube影片 就好了哎 因为在我个人来想哎 我也问了很多 大神 他们就讲 这种影片不要删的原因啊 其实 要 要以后啊 你要做那种像 Playback啊 你有一个高清的 footage 去 让你自己 去剪接 你的show reel啊 这样子的影片 所以我就也是一直存存存存 存到现在 我本身的 几个telabyte的hardies啊 已经是满完了 我的desktop插针那几个hardies 也是满了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 安全的备份啊 就是backup你的资料在 某个地方 即使我电脑有一天spoil掉也好 我都有一个很大容量unlimited的容量 去让我放这些资料啦 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这个unlimited Google drive 这个东西在 上网的一个广告 YouTube广告啊 然后我就 买了 买了过后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那个通话记录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whatsapp通话记录就问那个人 他就讲是unlimited的然后是forever的 然后我自己用了不到一年 应该是接定准准一年啦 这个unlimited的google drive 消失掉了 然后我本身是没有什么商啦 我没有讲我的资料不见 还是什么 因为他纯粹只是一个 我备份 我整家desktop 几个terabyte的资料 上去 我的这个cloud storage 一本身你都懂 你们都懂啊 我们cloud storage 都是cloud storage有分 像每个公司不一样啦 有amazon啊 有apple的icloud Google的google drive 还有one drive 就是microsoft的 我本身是有 Google的那个 Google drive 100个gb 然后 我的icloud是 两个terabyte 更加share的 这个是after那件事情发生过后 我才签那么大的那个icloud 然后还有就是我 我的icloud是六个人share啦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one terabyte的 microsoft one drive 这几个 资料一般会在 我的desktop会出现 也会备份一份 去到 Desk 我们的cloud storage icloud One drive 还有google drive 这三个地方 所以那时这个 unlimited google drive 是很方便的啦 你可以一直存你的资料 存你的资料放上去 不用紧 那其实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unlimited 这个概念 OK unlimited的概念其实是出自于他本身 Google shoot这个东西啊 Google shoot只要你买超过五个优势以上啦 他就可以给一个unlimited的 storage 然后他就可以把一个人 加进这个organization 然后 你就是成面成员了 他就开个单独的folder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把资料放上去 然后有一天 这公司祷告了 或者是他跑路了也好 就是 他消失了 就对了啦 你的资料就 不以而非 因为在看到你的google drive 里面有个叫team drive的东西 里面是goesong 就直接空白了 所以我是 那天我是 是有点伤心啦 因为这个google google drive 我们的这个team drive 我是给了应该30块吧 你们看这个chartlog我就会写下来 所以 我是 建议大家不要去这种 网站啊 shopee lazada 都好还是某某网站都好啊 他当他讲到unlimited cloud storage啊 还是这种几块钱 可以买到一个microsoft 或者是microsoft的license window license 还是office的license都好啦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你们不要信那么多 除非你们钱多 你们想试看那几块钱啊 是不是可以不可以 用到这个license啊 我在这边的劝就劝 劝请大家如果 你们真的需要 license的话 你们可以到电脑店 附近的retail store啊 去买 或者是网站啊 去他们的官方网站 去买这种window license啊 office license啊 还有 有这种subscription啊 的brand 所以你们不要 就傻傻又给钱了 这种人 然后可能用了半年或一年 好运可能给你用五年啦 然后结果有一天你的资料就 痛 不见了 或者是你的资料已经是 泄漏出去了啦 因为我们不懂这个 这个team crowd他自己 就team driver 到底他的 权限 他是set什么给我们吗 我们不知道的 只有他那个人set给我们 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ok so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很大容量 然后又想 不想把资料备份上去的话啦 你们可以买一些东西 像 NAS啊 或者是SEN啊 这种 一些比较local storage的 solution去把你的资料备份起来啦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呢 可以inbox我 因为我本身是读it的 所以 我对networking这一方面是比较了解的 如果你们想像 了解一些 router啊 networking的东西 也可以 PM我啊在下面 或者是留言在下面啦 so 我们今天影片 就到此结束了啦 所以 你们不要被骗了 所以 我不希望你们 也是下一个受害者啦 然后 so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一键三连啦 按赞留言分享啦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呢 请点击这边的订阅按钮或者 萤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啦 也记得打开那个小银铛 so我们下支影片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